开跑 随着瞎人一声令下 上百门火炮骑射而出 片刻之间 乌环铁骑根本来不及做出应对 连人带马被打成一团血鬼 我是他对 这一定是田圣伐怒了 大人 咱们该怎么办 嗯 我迪马 笨子干球 还不敢紧溜 在这种化时代的兵器面前 哪怕是当时最为精锐的乌环骑兵 也是如此不堪一击 让开让开 看娘的 这玩意的威力竟如此之大 文远将军听令 末将在 你即刻率领虎豹骑 追杀乌环人 末将领命 儿郎们随我出征 杀 之前曹丕领军 一战败在乌环人手里 实在是太过窝囊 张辽一声怒吼 虎豹骑仿佛狩猎的群王般 汹涌而出 数百步的距离转瞬变质 双方人马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曹军骑兵自上而下 心中怀揣着同样的念头 那就是洗刷耻辱 而反观乌环人 他们已被火炮下的肝胆剧烈 毫无斗志 来 拦住他 快拦住他 主公 大事不好了 乌环人 败了 你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 千真万确啊 主公 那乌环人全面溃败 则是正在被曹军的骑兵追杀 以乌环铁骑的战斗力 就算那狭贼设下埋伏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将近两万的乌环铁骑 给打得溃不成军 就算是两万投出让他砍 他也砍不完啊 我刚拦下几名乌环人 按照他们的说法 是曹军动用了什么威力巨大的军械 没等乌环人靠近 就轰杀了他们几千人 算了 眼下不是深究此事之事 既然乌环人已经溃败 我两万兵马 断然不是曹军对手 传令 全军撤退 先前五等还对军师的计策有所怀疑 如今看来 却是五等眼界不过 军师的手段实在是令五等静退 逼逼什么呢 再不追上去 元熙就要跑了 哦哦 冒将领命 瞎人这都是凭着奇迹影抢 算不得什么真本事 若是公子有那般威力巨大的兵器 当然也能取得同样的战果 况且话说回来 就算瞎人击败元熙又如何 头公布还是公子的 嗯 也是 重拿所言 也不无道理 随着乌环骑兵的战败 曹军胜举已定 张辽 曹真等武将 一路追杀元熙与乌环人 曹军顺势攻占广阳县 在城中休整一日后便挥师北上 直奔祭宪而去 星霸 祭宪情况如何 嗨 别提了 元熙那孙子跑得贼快 连季线都不要了 不 轻霸且放心 仗有的给你打 走 加快行军 咱们直接入城 骑兵群使 门外游刃子城市余阳太叔贤御夫 他带着仗势天羽 虎吴欢小伟艳入 香窑秋剑群使 嗯 贤御府 田玉和颜柔 哦 这三个人在历史上 皆是声名显赫之辈 不仅擅长内政 打仗方面 也是一把好手 若是有他们相助 这幽州沉稳的一批 快快请他们进来 三位大名 我早已如雷灌耳 今日得见 真是三生有幸 虾永侯客气了 比虾永侯比起来 五等不过是虚名罢了 此番来见虾永侯 五等还有一份大礼献上 嗯 禀虾永侯 五等原本整顿兵马 好支援虾永侯 却没想到虾永侯用兵如此之神 短时间内就击败了元熙 在知道元熙兵败的消息后 五等料到他要去投奔吴还人 于是我们便在沿途设下埋伏 对元熙发动了伏击 那元熙可是俯首了 回避虾永侯 那元熙太过狡猾 见识不貌就已经提前开溜了 不过他仓皇逃走 连刺史大印都丢下 身边也只有不到百人 不 先于太守 不必懊恼 元熙虽然还活着 但他势力全部覆灭 只怕彼死了还难受 刚才听田玉先生所说 元熙北上去投奔吴还人了 哼哼 虾永侯所言不错 眼下对他而言 也只有这么一条活路了 好 严柔校尉 我听说你跟乌还人关系不错 可愿替我走一趟 去劝降乌还 让他们交出元熙 回禀虾永侯 属下愿意前往 只不过嘛 可能会让虾永侯失望了 北方连年战火 近 由 青州等地 多有百姓逃往三聚乌还处 乌还首领踏顿蝉鱼在统一乌还后 原本就实力强大 如今又得数十万汉民 更是兵强马壮 属下早有听闻 踏顿野心勃勃 由于仿效兄女莫读蝉鱼和鲜卑谈释怀 这般情况下 他又怎会交出元熙 呵呵 不愧是霍乌玩笑卫 对乌还人竟如此了如指掌 不过没关系 严笑卫尽管走一趟便是 属下领命 都怪那瞎人太过狡猾 才导致南楼王战死 公子不必太过自责 南楼王只死怪不得公子 多谢踏顿蝉鱼 当初我原家坐拥四周之地 是何等的风光无限 就是因为瞎人这个狗猜 不过两三年的时间 我原家便衰败下来 书经我自己也成了丧家之犬 死仇不报 势不为人 他对蝉鱼 在下有个不情之情 还望蝉鱼能够发兵攻打瞎人 替南楼王和我们原家报仇 此事重大 我需要跟族中长老商议一下 公子远道而来 不妨暂且下去歇息 好 那就拜托蝉鱼了 蝉鱼 原家已经不复存在 原戏爷只有几十号人马 咱们至于对他还这么恭敬吗 就是 说起来难漏忘的死 可是跟那幽柱脱不开的关系 我当然知道 但咱们眼下还得用着他 嗯 汉人有个成语 叫做师出有名 咱们想要进攻幽州 总要有个合适的理由 在我看来 为元席收回故地 最合适不过了 况且你们可别忘了 原家在幽州 记住深得人心 要是有元席帮助 就能招募来大量的人才跟百姓 哦 蝉鱼果然是蒙鲁远律 无等自贵不如 哼 你们放心 要不了多久 我就会带着你们南下 攻入中原 到了那时 土地 钱财 还有肉酱 都是咱们的 哈哈哈哈 尊贵的蝉鱼打刃 虎万小伟 颜肉求见 嗯 蝉鱼 颜肉这小子这会来 怕是给下人当时辙的 不如直接杀了他 不必 汉人有句话说得好 两军交战 不战来时 咱们倒不如听听他要说些什么 颜友 咱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 不知你今日到来 所谓何事 挥禀蝉鱼大人 我此番前来 侍奉大汉 虾友侯之命 袁熙意图起兵谋反 以为虾友侯击败 如今他逃到五环族中 还望蝉鱼大人能够将他交出来 以免造成什么不愉快 颜柔 你莫要忘了 当年你不过是我们五环人跟险被人的奴隶而已 要不是蝉鱼连同险被人一起把兴局杀掉 你如何能等伤五环校尾一职 哼 现在你是胆子飞了 仗着下人作为倚靠 竟敢在蝉鱼面前如此无礼 难道你就不怕五等杀了你吗 呵呵 我当然怕死 不过我乃大汉的官员 自当为朝廷尽心尽力 再次我也奉劝蝉鱼大人 莫要一意孤行 以免最终落得圆上 圆坛纳般的下场 哦对了 临行之前 虾永厚也有一句话 让我告诉禅鱼大人 嗯 什么话 哼 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 我话说完了 要杀要寡随禅鱼大人的便 禅鱼大人 傻了他 狂妄 昭死 住手 好狂妄的虾仁 哼 今日我暂且不杀你 但我也不会交出袁夕 你回去告诉虾仁 他若有本事 就自己来把袁夕给抓回去 那他顿真是这么说的 属下不敢有丝毫隐瞒 他顿的确是如此狂妄 一届胡人首领 也敢如此嚣张 看来是活腻歪了 虾兄 不如就由末将领兵 干掉这个他娘的他顿 你及个球啊 日后有的是仗给你打 只不过嘛 如今咱们刚刚拿下幽州 仍有小部分元氏的部署 不知死活的聚成死守 乌环的事情 咱们先放一放 记宝 嗯 兵侠用后 余阳君光聘险 遭到乌环任戒略 乘忠无钱与虎百姓 全部被杀害 无以祸口 干他娘的